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供销社的工作 子女可以顶班的 你的娃一生出来呀 就比我们高了一等 啥也不用干 等着吃黄粮吧 那也要她生得出来呀 潘美娟在旁边插嘴 其他女人一愣 一个个盯着我的肚子咯咯笑了起来 我羞得满脸通红 忙把手里的衣裳随意在水里搓了几下 拧肝放到篮子里 提起篮子跑了 跑到院子门口 看见我婆婆手里拿着白面馒头 一边吃一边满院子溜达 跟邻居大娘们聊天 这是她的习惯了 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穷 葫芦米饭都吃不上几顿 这样纯白面做的馒头 也只有我们家能吃得上 哎呀 我们老潘家造了什么孽了 娶这样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那母鸡不下蛋 投一个要杀了吃肉的 这可恨的女人 还得好吃好喝养着她 我第一眼瞧就知道她不好生养的 细胳膊细腿 长得也娇滴滴的 这要是哥古代 那就是做小老婆的面相 天我们家名字被她迷花了眼 死活要娶回来 婆婆插着腰 唾沫横飞 我低下头 贴着墙根往家里走 对门的美娟娘看见了 立刻扯开大嗓门 沈青回来了 刚洗完衣裳呢 我婆婆一顿 立刻扭头朝我走过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招呼也不打一个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妈的 还装模作样洗衣裳 指定又是磨羊工偷懒 说完 伸手在篮筐里的湿衣服上捏了一下 看看 这水灵滴答的 也不脚干 成天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 我迟早叫名字跟你离婚 农历六月 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很烈 我低头站在院子里 感觉脖子被烘烤得滚烫 抬头看一眼婆婆 她一面拍大腿 一面唾沫横飞地骂人 什么难听的词都往外抱 邻居们早就习以为常 美娟娘表面上劝驾 其实暗地里拱火 惹得我婆婆骂得更难听 我知道她的心思 我嫁过来前 美娟就喜欢潘明 她娘巴布的我们离婚 好让美娟有机会再跟潘明在一起 只可惜 潘明根本瞧不上美娟 想到潘明 我心里一软 不管婆婆再怎么样 潘明还是过得去的 她说话都温温柔柔 做事也慢吞吞 不像其他男人一样 会打媳妇 不打媳妇 在农村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了 我在院子里站着 婆婆越骂越起劲 我感觉头上汗滋滋的 眼前白花花的一片 手里的篮子重得不像花 正迷糊间 忽然听见美娟娘喊 潘明回来了 我立刻求助地看向潘明 看见我的眼神 我婆婆更生气了 又哭又骂 说我狐狸惊转世 她的声音吵人得很 在我脑瓜子里嗡嗡的 我没法思考 只是看着潘明 潘明站到我面前 面带犹豫 你怎么又惹娘生气了 给她赔个礼吧 怎么又是叫我赔礼 我很委屈 潘明笑顺她娘 每次都叫我让一让 让一让 可还要我怎么让呢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从早到晚地干活 婆婆就是不满意啊 她就是不满意我这个媳妇 不管我做什么 她都不会满意 这装腔做事的死人样子 洗个衣裳像要她半条命 这种懒货 躺着就有饭吃 那咋不去卖呀 名字 你听娘一句 这种好吃懒做的女人 要不得 离婚 这就去离婚 离了娘给你娶更好的 就咱这条件 十里八乡的闺女任我们挑的 你也不想看着咱老潘家绝后啊 我垂着头 婆婆的离婚和潘明的你 道歉一句接一句的灌进耳中 我心底忽然生出几分火气 头晕得厉害 我只想躺着 不想听见任何人说话 都别吵了 离就离 今天就去离婚 我喊完 院子里刹那间安静下来 婆婆张大嘴巴 见鬼一样看着我 潘明也是满脸不可置信 一副受到侮辱的样子 沈青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我知道自己中了暑气 我丢下衣服篮子 伸手在虎口用力掐了几把 刚好在这时候 院子里一阵微风吹过 墙角的树枝发出哗哗的响声 我耳边一缕散发 被风吹得一荡一荡的 我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母子俩 忽然感觉心里一阵痛快 一阵轻松 离婚这两个字 一说出来 我才发现 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害怕 这种日子 我早就受够了 院子里静了片刻 我婆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熬得一声窜了起来 呸 你有什么脸提离婚 是我们潘家不要你 我们潘家要跟你离 潘子 你可看清楚了 这不下蛋的母鸡 同意挪窝了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都来看一看哪 我婆婆拍着大腿 喊了几嗓子 美娟娘心领神会 立刻一个箭步窜出去 喊村子里人过来看热闹 生怕我后悔 过了一刻钟 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半个村子的人 有跟我交好的在旁边劝 真的假的 沈青你真要离婚 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啊 沈青你想清楚 像攀明这样好的条件 过了这个村 再没有这样的店了 我婆婆神气起来 扬着头 趾高气扬 这话可是她自己说的 一口唾沫一个钉 今日当着乡亲们的面 做个见证 我潘家要跟她沈青离婚 沈青自己同意的 她明在旁边 眉头紧皱 沈青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给我道歉 给娘道歉 我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村子里人纷纷劝道 说攀明都递台阶了 就让我赶紧下吧 我婆婆急得又在旁边 跳脚大骂 说我给攀明吃了迷魂药 我不再犹豫 捏着拳头 一脸坚定地看向攀明 我不道歉 离婚 今天就离婚 阳光下 攀明的脸色一片惨白 嘴唇颤抖着 逐渐失去血色 过一会 从眼眶带着眼尾 她整张脸又慢慢红了起来 她耿着脖子 冲我喊道 沈青 你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长得漂亮又怎么样 你这不会下蛋的母鸡 跟我离婚 你就等着饿死吧 还有哪个男人会要你 我要 一道清朗有雌性的嗓音响起 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扭头看去 只见路遥抱着双臂靠在树干上 姿态懒洋洋的 神情却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兴奋 路遥是我们村最穷的懒汉 那个年代 村子里的男人平均都一米七左右的个头 只有他 大高个 鹤立鸡群 用村子里的话来说 这人懒长懒长的 要是不懒 个子咋能长那么高 平时也不见他下地干活 整日就在村子里游手好闲 交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 天他脾气还坏 动不动就黑着脸要揍人的样子 他眉毛浓 眼形狭长 鼻梁高挺 大家都说 这眉毛长得就是会打老婆的 个子还那么高大 谁要是嫁了 他准没命 所以他今年二十六岁了 都还没娶到老婆 说不定要打一辈子光棍 见识他说话 所有人都轰笑起来 鹿瑶 你想得倒霉 就是哈哈哈哈 这不会下蛋的母鸡 你娶回去干啥 莫不是寻思占点便宜 到时候就离婚吧 你小子算盘打得到精怪 也得看人家上不上你的当 大家哄堂大笑 说什么的都有 鹿瑶挑了挑眉 把手插到裤子口袋里 大步朝我们走过来 沈青 鹿瑶凑到我面前 微微俯下身 对着我笑了笑 离婚后嫁给我 行不 我没说话 旁边的潘明已经跳了起来 呸 你做梦 你坑了我们家那么多钱 想就这么离婚 他对着鹿瑶伸出手 三千块 当初沈青收了我们家三千块的聘礼 你要是想娶沈青 你把这聘礼钱赔我 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愣住了 偌大的院子里一片安静 尽了片刻之后 又仿佛一滴冷水入了油锅 满场沸腾起来 我的娘爱 三千 这沈青咋那么值钱呢 我当初就说他们家聘礼给的多 潘明他娘还说没多少 天哪 三千块啊 那个年代 万元户都是要上报纸的 三千块是一笔天大的巨款 我看着潘明冷森森的脸 只感觉一颗心直直往下坠去 沉到了脚底 我家以前条件也不错 我哥是货车司机 那个时候 司机和工人一样 都很有社会地位 直到那次 我哥给供销社送货 是潘明帮着泄的货 两个人关系不错 泄完货 就去喝了一顿酒 谁料喝到一半 下起了大雨 我哥醉醺醺地回到车上 这才发现 车子后厢 还有两箱烟草 没有搬下来 已经被雨水浇了个透 他当时就下出了一身冷汗 两箱烟草 那可要好几千块钱呢 他急得火烧屁股 酒也醒了大半 哭着找潘明帮忙 潘明很仗义 二话不说 就自己掏了三千块钱 赔给了供销社 从那以后 我哥把潘明视作救命恩人 时常把他往我家里带 我爹妈也很喜欢他 一来二去的 就把我许给了潘明 没想到 潘明把这笔钱算作了聘礼 一分一毫都搁心里记着呢 我气得浑身发抖 可心里又涌上一股绝望 这婚 怕是离不成了 行 三千就三千 路遥点点头 一阵风势地跑了 我还没搞清楚他什么意思 他又一阵风势地跑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编织袋 往潘明怀里一塞 三千现金 你数数 下午就去把婚给离了 晚一分钟 老子拧断你脖子 所有人都傻了 潘明张大嘴巴 愣愣地看着怀里的编织袋 半晌没反应过来 倒是他娘 一拍大腿 把编织袋抢到怀里 一张一张数了起来 数完钱 他乐得哈哈大笑 把我往路摇怀里一推 行了 这赔钱货归你了 呸 晦气的桑门星 往后再不要往我们名字前面凑 说完又转头瞪着潘明 好啊 聘礼就八十块 你啥时候又给的他三千 你一五一时都给老娘交代清楚了 晚上等你爹回来 看他不打断你的腿 我撞在路遥怀里 他伸手掠扶了我一下 朝潘明他娘捏了捏拳头 你们家的事我没兴趣 现在就去离婚 快点 潘明他娘缩了缩脖子 扯着潘明 连声催促 八步地立刻将我扫地出门 我失魂落魄 潘明魂不守舍 就这样在路遥虎视眈眈的见证下 把结婚的红章证书换成了一纸离婚证书 离完婚 我和潘明面对面站在街上 忽然红了眼眶 平心而论 我没多讨厌潘明 这几年他对我也不错 会给我买裙子买衣裳 除了他娘骂我时 他不护着我 也没有什么大缺点 现在离婚了 娘家我也不敢回去 天大地大 好像突然就没了我的容身之处 沈青 跟着这个穷鬼 你会后悔的 潘明狠狠瞪我一眼 带着他娘离开了 我垂着头 青石板上争腾着热意 闷闷的 一点风气都没有 两旁的知了 没完没了地叫 碎发粘在我脸颊上 我整个人都心烦气躁 路遥跟在我旁边 双目灼灼地盯着我 仿佛要把我看出一个窟窿 我恼了 你这臭流氓 我离婚了 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别做梦了 路遥对我的心思 我一直都知道 那时候 我还没嫁给潘明 潘家村放电影 我跟着我哥来村里看电影 老远就看见了路遥 他穿着破旧的军大衣 个子高大 头发剪得很短 眉骨硬朗 脸上还蹭了点血 看着就不好惹 他朝我们走过来 我哥下意识地把我护在身后 谁料路遥很客气地给我哥递烟 说他也想跑运输 有些问题要问我哥 这人嘴上说着话 眼睛却片刻都不眨地盯着我 我被他盯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等他一离开 就跟我哥告状 哥 这人不是个好人 你少跟他来往 我哥笑了笑没说话 后来 我果然很少看见路遥 他失踪了几个月 直到再出现时 我已经嫁给了潘明 我凶巴巴的样子 把路遥惹笑了 他低咳一声 我可不急 等那么多年了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的 走吧 送你回家 我惊讶了 那可是三千块啊 路遥居然没有逼我嫁给他 路遥要送我回沈家村 看他的样子也不像开玩笑 我松了口气 摇头拒绝他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爸妈知道非打我不可 你那三千块钱 我 我以后正当会还你的 路遥又笑了 这人也不知怎么回事 今天一直笑个没完 那就先去我那住 我上朋友家睡一晚 放心 不经过你同意 我不会对你咋样的 他转身朝巷子外头走 夕阳西下 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完全笼罩住了我 那三千块 本来就是给你传的 很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听不清楚 你说什么 没啥 走 你直接去我家待着 我去把你的嫁妆给要回来 路遥的房子在村子最北端 靠着一条河流 后面一大片桃林 风景格外好 他爸生病死了 路遥的妈妈丢下他跑了 路遥小时候是大伯养大的 后来大伯家的儿子娶媳妇 路遥就自己搬回老宅子里住了 路遥打开院子门让我进去 自己去了潘明家 要我的嫁妆 所谓的嫁妆 也就是挤身衣裳被褥 两个香笼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来路遥家 院子不大 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空旷的院子里 发了一会呆 忽然看见房门打开 潘美娟拍了拍手走出来 看见我 潘美娟一愣 好啊 你还真来了 沈青 真有你的 你早就和路遥好上了吧 我可告诉你 路遥心里喜欢的 其实是我 她美娟得意的一插腰 把路遥大搏之前去她家提亲 被拒绝的是说了 那时候她虽然感觉路遥长得俊 但是太穷了呀 她不可能嫁给路遥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 路遥居然有三千块现金 三千啊 能给沈青涛三千 还不知道家里藏着多少钱呢 当时我们一走 村子里就议论开了 路遥这几年神出鬼没 村子里经常不见人影 大家都说她其实偷偷在外面 做大生意发了财 故意装穷酸呢 美娟娘 她为这个破鞋 能花三千块 你家美娟黄花大闺女 不得值个五千六千的 当初路遥她大伯来你家提亲 就没提彩礼的事 潘大娘一愣 当初路遥大伯一说来意 就被她拿大扫帚赶了出去 哪有时间听她说彩礼的事啊 她心里隐隐有些后悔 却死鸭子嘴硬道 呸 就凭路遥 她能赚钱 要我看 这钱八成是哪里偷的 等着吃牢饭还差不多 大家议论纷纷 各自去打听 路遥到底哪里来的钱 潘美娟却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溜到了路遥家 翻箱倒柜 想再翻点值钱的东西出来 潘美娟 你是来偷东西的 潘美娟翻个白眼 冷哼一声 谁偷了 是路遥叫我来她家玩的 路遥说娶你 只是因为被我拒绝了 你就是那个 那个备胎知道吧 一个不会生孩子的破鞋 和黄花大闺女 瞎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说话间 路遥回来了 抱着个香笼 上头高高堆着被褥衣裳 你怎么在这里 路遥眉头一皱 不耐烦地把东西放下 路遥 你让潘明把那三千块还给你 潘美娟羞羞羞答答看了路遥一眼 咬着下唇 你在家两千 给我五千彩礼 我就去说服我妈 把我嫁给你 路遥骂道 滚 潘美娟 听见没有 路遥让你滚呢 路遥火了 伸手扯住潘美娟的胳膊 就把她朝外推 再不滚我揍你 路遥三两下把潘美娟推出门外 潘美娟气得在门口大骂 路遥关着门不搭理她 骂一会 潘美娟只能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 抿着唇看她 你会打女人 沈青你听我解释 我那是吓唬她的 我不说话 朝她胳膊看了一眼 结实的腱子肉 估计一拳头下来 能把人给打死了 我缩缩脖子 朝屋子里走 路遥跟在身后 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把屋子又打扫一遍 帮我把被褥铺好 把两个香笼放在墙角 我看着她第三遍 在那里调整桌椅的位置 忍不住问道 你不是说去朋友家住吗 还不走 路遥动作一僵 尴尬地挠挠头站起身 我 那个沈青 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路遥朝我走过来 我情不自禁 就把身体向后缩 靠在墙角的桌子旁 我也不知道 路遥站在我身前 我屁股挨在桌子上 绊坐着 低着头 露出一节纤细雪白的脖梗 路遥盯着我的脖梗 猴头动了动 沈青 你要不要跟我去广东 你知道吗 南边已经改革开放了 那边允许做生意 不再是投机倒把了 我有个朋友 准备在那开服装厂 叫我过去一起干 路遥灼热的鼻息 喷在我脖子上 我不自在地往后退了下 广东 好远啊 我最远才去过镇子上 路遥凑得太近 我脸不知不觉就红了 何况你去跟朋友开场 我跟着去算什么 路遥又笑了 胸腔颤动 低哑的笑声 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 不是说要还钱吗 你去打工还我钱行不 南边挣钱 可比咱们这容易多了 打工 我愣住心里本能地 闪过一丝惧怕和不安 我一个乡下人 什么都不会去广州 能打什么工呢 我拒绝了路遥 路遥满脸失落 倒也没有强求 关上门走了 第二天一早 我刚出门 就看见潘美娟 带着她娘和几个村里人 在院子门口探头探脑的 朝里头看 看 我早就说了 这艘狐狸 迫不及待 就跟路遥睡一起了 八成早好上了 可真不要脸啊 几个中年妇人 嫌弃地看着我 我脸仗得通红 路遥正提着一袋 早点晃晃悠悠地 从外头走来 都围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路遥 你在这一亩汉地上费个劲 连个果子都揭不出来 可不白费功夫 你既有那钱 村里的黄花闺女 还不是随你挑 美娟娘说完 其他人都哄笑起来 远处有更多的人过来看热闹 路遥火了 挤开众人把院子门一关 沈青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抿着唇 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路遥 我跟你去广东 我下定了决心 在村子里待着 每天听这些闲言碎语 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要是过几天 我爹娘知道了 跑村子里来 只会闹得更难看 真的 路遥惊喜地看着我 激动地想上来抱我一下 又怕吓到我 她捏着拳头挥了几下 狭长深邃的缝眼 眯成一条缝 沈青 外面的世界很大 你出去就知道了 什么离婚生孩子的 都是小事 路遥很快就买好了火车票 她把车票递给我看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火车票咋要二十块钱 这个时候 大米两毛一斤 猪肉才一块钱一斤 潘明在供销社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二十五块 已经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看着手中的车票 我又想起村里人说 路遥偷东西 不游得更加不安 路遥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路遥哭笑不得 沈青 这钱我是问一个朋友借的 你别那么看我 之前的三千块 也是我卖命挣的 我路上会解释给你听 到现在 我已经没什么退路 只能跟路遥去了广州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我才知道 原来这位置是那么急 人跟人都挨在一块 我靠窗坐着 路遥紧贴着我 靠着我的半边身子滚烫 我心跳如骨 全身都不自在 你 你别靠我那么近 我身若闻影 路遥侧头看我一眼 却瞥见一个白皙精致的下巴 红唇紧敏 上头仿佛蒙着一层水雾 路遥吞吞口水 心中暗骂一声 我 我去外头透透气 说完站起身朝外走 车厢里挤满了人 他一走 立刻有人挤进来 坐他的位置 是个中年大叔 一双眼珠子不安分 盯着我看 我急了 这位置有人坐的 大叔黑黑一笑 他现在又不坐 等会来了我就让开 我没话说了 幸好路遥很快就回来了 我可再不敢嫌他挤我了 车子慢吞吞地在轨道上行驶 夏日的午后 我眼皮一眨一眨的 困意上涌 路遥坐直了身体 不动声色 往我的方向挨 困吗 靠我肩头睡一会 我想拒绝的 可今天为了赶火车起个大早 实在是太困了 眼皮仿佛有千斤重 路遥又便挨着我 伸出左手 把我的脸 往他肩膀的方向压了压 低声哄我 乖 睡一会吧 他的肩膀宽阔平展 我头靠在上面 闻着路遥身上淡淡的造脚香味 很快就睡着了 再醒过来时 天色已经全黑了 我不好意思地抬起头 不敢去看路遥的脸色 路遥站起身 伸个懒腰 前头到宜春了 车子会停二十分钟 我去给你买晚饭 等路遥一走 对面的大娘满脸羡慕 嘖嘖称奇 小两口吧 你男人是真疼你 这几个小时笔直坐着 动都不动一下 我瞧着都替她累得慌 到底是年轻人 腰好啊 旁边另一个大娘 捂着嘴偷笑 咯咯咯 这身板是真的好 小姑娘真有福气 我结过婚的 自然知道 他们是什么意思 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火车速度逐渐慢下来 前头到了一个站点 两边有很多 推着小推车 卖吃食的摊子 我打开车窗透气 晚风拂面 带着夏日特有的热气 和不远处食物的阵阵香气 我看见路遥 站在一辆推车前 背对着我 他个子很高 身子鼻挺 站在一众灰扑扑的人群当中 肩宽腿长 格外显眼 我忽然有点不敢看他 迅速收回了视线 人的适应能力真是快 下午靠在路遥肩头时 我还红着脸 感觉万分 不好意思 可坐了两天火车 再后来一犯困 我就自觉地靠向路遥的肩头 我稍微测了点头偷看路遥 他若无其事地看着手里的报纸 嘴角却裂到了耳朵根 露出一角尖尖的虎牙 看着傻里傻气的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他有点可爱 我也跟着弯起嘴角 闭上眼睛 到了广州站 有个年轻的胖子来接路遥 他喊路遥路哥 亲热地喊我嫂子 争着要帮我拿行李 我看了眼路遥 他没解释 我也不敢说话 等到了住的地方 我才感觉到不对劲 那个年代住的是桶子楼 胖子他把单位里分下来的 来广州淘金的人已经很多 不可能人人住得起酒店 就有人把房子分隔一下 拿来出租 胖子领我们到了一间朝南的隔间 房间不大 二十平左右 靠墙角摆着一张木板床 窗下放了张四方桌 走廊尽头 有公用的厕所和浴室 方便得很 嫂子 今天也晚了 你们先休息 明天上来我家吃饭 我给你们接风 路遥送胖子走 然后回到房间 把门关上 他盯着墙角那张床看 我立刻伸手 捂住衣服领口 我 你 你别乱来啊 路遥轻笑一声 想啥呢 美得你 广州这边啥都贵 我睡地板 等你挣到能租房子的钱 我再搬走 路遥把地板又擦了一遍 然后把被褥铺到地上 我松口气 拿着衣上脸盆 去浴室洗澡 洗完回来 飞快地溜到床上 拿被子把身体 严严实实盖起来 过一会 路遥回来了 光着膀子 只穿着条长裤 宽肩窄腰 精瘦的腰支 仿佛蕴藏着 无穷的力量 想到火车上 那两个大娘 调侃的话语 我瞬间 仗红了脸 这么热的天 你捂着 也不嫌闷地慌 路遥轻笑一声 走到窗边 把窗子打开 一股凉风吹进来 屋子里燥热的气息 好像都退了几分 路遥把被褥搬到窗边 离我远远的 我放松下来 躺在床上 盯着她的背影看 路遥 你真是个好人 路遥把双手枕在脑后 苦笑一声 我倒是想当坏人 怕人跑了 我不说话了 愤愤地瞪她一眼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周车劳顿 我很快就睡着了 路遥却睡不踏实 躺在地上 烙饼子似的 翻来覆去 夜很安静 窗外如水的月光 洒进室内 路遥盯着我白嫩的脸蛋看 看了片刻 懊恼地坐起身 伸手搓了搓脸 我真是自讨苦吃 路遥站起身 到角落里拿冷水洗了把脸 第二天 胖子来接我们 他是个急性子的人 已经找好了地方当厂房 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他的宏图大计 以前做衣服的都是国营制衣厂 衣服样式统一老土 胖子自己舅舅就是制衣厂的车间主任 现在广州这边有许多靠卖手表和收音机报复的人 原本的衣服样式明显满足不了当地的市场了 胖子从厂子里拉了一帮人出来 他自己懂设计 让路遥去跑客户 飞快地就把厂子开了起来 路遥让我跟着胖子 先学缝纫制衣 再学设计打板 把各个岗位的活都轮了一遍 我很快就适应了这样忙碌的生活 只是我很不解 每刚在一个岗位熟悉 路遥就把我换到下一个 路遥 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让我挣钱 我忍不住把心里话问了出来 嗓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路遥刚洗完澡 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 更显得眉眼漆黑 墨色的同仁格外深邃 不管哪个工种 都是越熟练越挣钱 那缝纫工还是寄件算钱的 我这刚上手 你就把我换走了 你就是故意不想我挣钱 不想搬出去 是不是 路遥把毛巾搭在肩膀上 走过来坐到我旁边 按你的意思 我为啥不想搬出去呢 他凑得离我格外近 双目灼灼盯着我 眼睛里仿佛有火光跳跃 我羞得不行 拿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臭流氓 你就是想占我便宜 路遥笑了起来 伸出手盖在我手背上 我可冤死了 每天看得着吃不着 还要挨你骂 粗力的手指在我手背上骂撒 我慌得不行 要收回手 却被路遥紧紧握住了 路遥握着我的手 从他眼睛上拿开 沈青 我不能白担这个骂名啊 你再说我流氓 我就 路遥不说话了 猴姐滚动 狭小的屋子里 空气好像突然变得黏腻又沉重 我心跳如骨 手心冒汗 看着路遥的脸 逐渐向我凑近 就在他要亲上来的时候 我伸手推开他 惊慌失措地跑了 一直沿着走廊飞奔 从楼梯上跑下来 到了外头 凉风一吹 我脸上的灼热 才逐渐退去 我不能跟路遥在一起 在广州的这几个月 我的生活 我的想法 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遥不是村里的混子了 在这 大家都恭敬地喊他厂长 他性格热情张扬 不管认不认识 单枪匹马抱着个公文包 就往人办公室离闯 死皮赖脸 要人家来厂子里看样 几杯酒下肚 很快就能跟人称兄道弟 厂子里的订单雪花一样飞来 把胖子兜乐得找不找北 路哥 我就知道你行 你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啊 厂里的女工 也都崇拜路遥 里头的几个本地姑娘 穿着又时髦 年纪也小 哪一个都比我强 我连生都不能生 根本都不配当个女人 怎么配跟路遥在一起 我只想多挣点钱 把路遥的三千块给还了 再攒点钱回去 自己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我在楼下绕了一圈又一圈 一直到天彻底黑了 刚准备上楼 旁边忽然有两个小混混 拦住了我的去路 嘿嘿 妹子 看你一个人在这逛老半天了 等哥哥呢 我 我就住在这 你们别乱来 我吓得不行 正要喊救命 鞋子里忽然走出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 一脚把其中一个混混 踢个跟斗 滚 两个混混见路遥 个子高大 飞快地跑了 路遥走过来 叹口气 伸手抱住我 回去吧 胆小鬼 我把头埋在路遥宽阔的胸膛上 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路遥真好啊 这几个月的朝夕相处 不心动是假的 可是这么好的路遥 我真的不配 我决定跟路遥撇清关系 车间里 几个女工满脸羡慕地看着我 沈清姐 路厂长今天又谈个大单子呢 我看胖子拿着那订单 从车间这头跑到那头 欢喜疯了 路厂长真的太厉害了 是啊 路遥哥人又长得俊 脾气还好 见谁都是笑脸 沈清姐 你俩结婚多久了 你们咋认识的 我摇摇头 放下手里的尺子 我们没结婚 也不是男女朋友 话音一落 原本嘈杂的车间忽然安静下来 女工们吃惊地看着我 一副见鬼的表情 你们不用这样惊讶 我们只是老乡 他关照我 我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妹一样 越说越感觉气氛不对劲 女工们挤眉弄眼 朝我身后疯狂使眼色 亲兄妹 果然 路遥低哑的嗓音从身后传来 饱含着无尽的怒气 我身体一僵 大着胆子迎上路遥快要喷火的眼神 路遥 趁你在这 我们今天就把话给大伙说清楚 啊 路遥拦腰把我抱了起来 女工们发出一声整齐的惊呼 路遥黑着脸 一路抱着我闯到办公室里 用脚把门甩上 路遥把我放在办公桌上 低下头 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咬牙切齿道 亲兄妹 亲兄妹会这样吗 路遥低头吻了下来 我吓傻了 呆若目击地坐着 一动不动 路遥的动作逐渐放肆 我这才反应过来 奋力挣扎 甩了路遥一巴掌 路遥捂着脸 冷笑一声 眉眼锋利地看着我 不是亲兄妹吗 叫声哥哥来听听 我再也受不了了 眨了眨眼睛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往下掉 你欺负人 路遥慌了 手足无措地给我抹眼泪 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 对不起 沈青 我 哎 我气疯了 才这样对你 路遥拍了几下 把我搂进怀里 把下巴抵在我头顶 又长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沈青 我有时候真想看看 你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就这么没法子接受我 说完 路遥忽然一愣 握住我的肩膀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还没忘记攀明 我气得不行 伸手捶了他一下 呸 我才不喜欢攀明 你少侮辱人了 路遥愣了一秒 试探着问道 不是攀明 那是谁 难道是胖子 我真的快气炸了 不知道说什么 拉过路遥的手 狠狠咬了一口 不喜欢 我都不喜欢他们 我喜欢你 你满意了 路遥待在原地 漆黑的眼眸一点一点变量 他的嘴角情不自禁上扬 不敢置信地把耳朵凑过来 我刚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我抿着唇 推开路遥的脸 路遥 我不能生的 所以我们 啊 我话还没说完 路遥已经欣喜若狂地抱住我 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 一边转一边哈哈大笑 你这傻妞 居然是为了这个 我白忍了那么久 我他妈的 哈哈哈哈 路遥把我放下来 拉着我的手出了办公室 朝胖子点点头 你嫂子不舒服 我们先回去了 回到家 路遥把门一锁 一脸严肃地伸手指了指床 沈青同志 组织上认为 你的思想存在严重错误 现在要对你进行批评教育 路遥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生不了孩子 不能耽误了你 路遥拉着我坐到床上 捏了一把我的脸颊 我原以为你心是石头做的 现在看似我弄错了 你心倒还敞亮 脑子却是个榆木疙瘩 沈青 我问你 孩子就那么重要 我愣住了 肯定啊 孩子不重要 还有啥重要 人活这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 路遥点点头 那行 你那么喜欢孩子 以后就去抱养一个 农村里丢丫头的一大把 咱们以后有钱 五个八个都养得起 我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路遥 你们路家就你一个独苗 我不能给你断了香火 何况 等以后大家知道 我是个不能生的 都要取笑你 路遥 呸 皇帝传几代 都要被人造反杀头 断了全族的 我一个你腿子 为啥不能断 有啥了不起 断就断了吧 沈青 我感觉 你人虽然来了广州 脑子还留在青石村上 你看看这里 所有人削尖了脑袋 想着挣钱 有人管你离没离婚 有没有孩子吗 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 我们自己开心最重要 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路遥握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 我为啥让你轮岗呢 你以为我真叫你来干活的 我是让你当老板娘 老板娘不用自己采缝刃机 但是啥活都得会一点 你就把技术都学好了 以后这厂子给你管 我管厂子 我一个女人 哪里会这个 何况我管了厂子 你干嘛呢 路遥 沈青 你少看不起自己 你难道没发现 你学东西都特别快 人家学一个礼拜 你两天就能学会 你管这个厂子 我就再去开新厂子 到时候开十个八个 都给你管 你说话就说话 干嘛还解扣子 啊 第二天 路遥一边清洗床单 一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不能生 你跟潘明 算了算了 路遥说话说半截 我也不好意思追问 从那天之后 生活好像突然就变得很美好 我和路遥忙得团团转 但不管再忙 路遥都会和我一起吃饭 晚上骑着自行车载我回家 很快到了年底 路遥神神秘秘地翻出一个本子 给我看 沈青 念 本子摊在四方桌上 头顶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灯泡 发出橙黄色的光 我凑过去看 本年净利润 十六万五千二百八十三元 我倒吸一口冷气 猛地把本子抓在手里 不可置信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青石村上头的青阳县 有一个万元户 已经是轰动整个县城了 现在这是啥 我们来广州的时候 已经是夏天 短短半年 路遥就挣了十六万 我和胖子都打算好了 一人分红六千过年 其他的都攒着 再开新厂子 沈青 我还有个任务交给你 服装行业 零售比制造更赚钱 我打算先在市里开个服装店 你去管店 这是咱们自己的店 就不跟胖子合伙了 路遥把我抱在怀里 在我脸上蹭了蹭 服装店算咱们两个合伙 你八我二 本钱就当我借你了 咋样 沈青同志 你有没有信心 我哭着抱住路遥 他一直知道我的心思 我在广州 从来都是自卑的 路遥都看在眼里 他让我学本事 让我见识面 让我馆场 让我开店 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想给我自信 他不停地夸我有多好 他亲自给我不台阶 一步一步 只为了让我站得更高 让我有底气跟他在一起 我有时候觉得 现在的日子太过幸福 像是偷来的 我会惶恐不安地抱住路遥 问他以后要是后悔了 又想要孩子咋办 路遥伸手刮我的鼻子 到时候衣服店赚了钱 你这么大个老板娘了 你怕啥 我要是后悔了 那你就跟我离婚 再去找十个八个年轻小伙子 气死我 我才不找 我垂了路遥一拳 心中却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衣服店做起来 从选址到装修 我每天忙得团团转 完全顾不上路遥 路遥一开始还支持我鼓励我 后来也逐渐有怨气 沈青 你咋回事 我做了一大桌子菜都凉了 路遥夹了一筷子 红烧肉到我碗里 忍着怒气道 看你瘦的 下巴都尖了 先吃饭 我看着那块油汪汪的红烧肉 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滚 忍不住就捂着嘴干呕起来 路遥更气了 我做的菜就那么难吃 我捂着嘴摇头 你别逼我了 这几天实在是吃不下 我眼泪汪汪的 路遥没办法 只能又过来抱我 你这几天太忙 都饿出胃病了 明天我找人过去 帮你看着店里 先去医院看看 店里马上就要开业 我哪有时间去医院 可路遥凶巴巴的 我没办法 只能答应 到了医院 抽完血 医生拿着化验单看了眼 怀孕了 两个月要注意身体 多吃点肉和蔬菜水果 我和路遥都傻了 特别是我 捏着那张单子 手抖得不成样子 医生 我 是不是弄错了 我不能生的 医生摇头 HCG这么高了 咋会错 再过几周 B抄都能看出来了 到时候 你来做个B抄 说完不耐烦地 把我们赶走了 喊下一个人 进来看病 走出医院大门 我感觉自己做梦似的 再也忍不住 抱着路遥大哭起来 路遥拍着我的头 笑一会 又开始骂人 他明这个废物 自己没用 还让你背了那么久的骂名 他妈的 看老子回去不抽死他 沈青 现在怀孕了 是不是再不用担心我跑了 路遥兴高采烈 咱们要抓紧 回一趟青石村 去镇政府 把结婚证给领了 给咱的孩子一个名分 衣服店顺利开业 款式新颖 不知华丽 在广州一炮而红 我忙碌了两个月 等店里 一切都走上正轨 他也坐稳了 就雇了胖子的表妹当店长 把店里的事情都交给他 我和路遥买了一大堆东西 大包小包地塞进车里 打算这次去 把我爸妈一家也接过来 路遥是开着胖子的车回去的 说坐火车人挤人 怕挤到我了 我低头看了眼肚子 现在已经五个月 我人瘦 肚子就显得特别大 格外显怀 沈青 累不累 要不要喝点水 路遥时不时就问几句 我失笑 我就坐个车 还能累到哪 你好好开你的车吧 路遥一路上提心吊胆 开了两天 总算顺利到家 又是一年春季 道路两旁草掌英飞 绿油油的一大片河苗 我摇下车窗 看着外头熟悉的景色 忽然就有点静香情窃 我这一走就是快一年 也没跟父母交代一声 不知道他们过得咋样了 车子开进村口 已经有好奇的小孩子围上来 快看 这就是电视上的小汽车 哇 真的会跑烟 跟电视上的一模一样 路遥放缓了车速 汽车被两旁的小孩簇拥着 一路开进了沈家村 我家的房子就在晒谷场前面 平常天气好的时候 半个村子的人都在谈天说地凑热闹 现在五月 第一茶河苗已经下地 大家都闲着 就照例围在一起嗑瓜子 听说没有 沈青他男人 那个潘明啊 又娶了个黄花大闺女呢 就是他们村的潘美娟 彩礼给了一千块 那婚事办的 别提有多体面了 体面呢 说是今天会来咱村子里派喜堂 挨你们说 沈青家他派不派 哈哈哈哈 我丑是要派 潘明心眼小呢 这还不来显摆显摆 也是沈青没福气啊 咋跟个混混跑了 那混子我一丑就不是傻好人 眉毛漆黑的 看人的眼神可凶 沈青傻乎乎的 该不会被他骗出去给卖了吧 我哥听不下去了 插嘴道 你卖人先给三千块吗 可闭上你的臭嘴巴 我妹子是跟人陆瑶去外头打工去了 村里人不服气 有啥子工能打 女的能干啥哟 听说南边都在搞投机倒把 到时候把他们给抓起来 吃牢饭 快去看啊 有个小汽车来了 天哪 是真的小汽车 莫不是县长来了 晒骨厂瞬间沸腾了 半个村子的人都围了上来 在众人好奇羡慕的眼神下 陆瑶下了车 然后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把我扶了下来 陆瑶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 气质出众 村里人一时间根本没认出它来 反倒是我哥盯着我的脸 看了半天 惊叫一声 啊 你是青青 哥 我喊了一声 瞬间就红了眼眶 我哥激动地冲到我面前 我伸手想抱他 一个硕大的肚子顶在我俩中间 我只能尴尬地收回手 我哥低头看着我的肚子 嘴巴大张 满脸的不可置信 愣了片刻 他忽然抽了自己一巴掌 哎呀 不是做梦 哈哈 哈哈 青青回来了 哈哈 我去喊爹娘来 他转身向外跑了 留下我和陆瑶站在原地 被村里人团团围着 我的个天啊 你是沈青 沈青 这是你男人哪 你现在可真时髦 我都完全认不出来了 沈青 你男人是做什么的 南边的老板吗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 我抿着唇笑笑 不说话 直到旁边一个瘦小的年轻人猛地一拍大腿 哎呀我去 这不是我陆哥吗 陆哥 我是猴子啊 你真发财了 陆瑶轻笑一声 我瞅你那两个眼珠子就是摆上 半天没认出我来 以前请你吃的肉白吃了 说完打开车厢 从里头取出一条香烟 丢到猴子怀里 特意给你带的 猴子激动起来 围着陆瑶上蹿吓跳 说了一大堆话 村子里的人瞬间炸锅 一个个围上去 跟陆瑶套近乎 这个说一起吃过饭 那个说和陆家大伯娘是亲戚 说什么的都有 过一会 我哥兴奋地喊声传来 爹 娘 你们看 青青在那 我爹娘分开人群 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我娘抱住我失声痛哭 你个死丫头 你跑哪去了 连个信也不带 我打死你 说完朝我身上拍了一下 然后盯着我的肚子傻了眼 青青 你这是 你这是咋了 我笑着抱住我娘的胳膊 怀孕呢 五个月了 娘 我们回家去说 陆瑶 冲我爹娘点点头 然后从车上大包小包地 把东西往下搬 我哥和兽猴在一边帮忙 我爹娘一左一右扶着我 村子里的人簇拥着到了我家门口 还一个个探头探脑地 不肯离开 我娘听完我说的 哭得更厉害了 我就知道 我这一辈子就没干过坏事 咋可能罚我轻轻不能生娃 太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我真想把你领到姓潘的面前 叫她睁开狗眼好好看清楚 到底是谁不能生 刚说完 外头有人喊了起来 潘明来了 潘明带着她新媳妇来派喜堂了 潘美娟挽着潘明的胳膊 神气活现地抬着下巴 给沈青家派喜堂 还是她出的主意 潘明和沈青哥哥关系好 现在两个人结婚了 派个喜堂咋了 就是要他们沈家看看 她有多大度 日子有多好过 两个人走到沈家屋外 发现围了半个村子的人 大家都看着他们笑 潘美娟顿时明白过来 大家伙这是来看热闹了 看来沈青爹妈在村子里 人缘也不好 这么多人等着看他们笑话呢 潘明也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腰杆 沈哥 我是潘明 你们在家吗 在的 你进来 潘明进了大门 发现原本空阔的院子里堆满了东西 烟酒补品 还有各色礼盒 堆成一座小山 潘明吃了一惊 沈家这是咋了 沈哥发财了 他拉着潘美娟走进房门 往屋子中间一看 顿时瞪大眼睛 只见路遥坐在沙发上 伸手揽着我的肩膀 似笑非笑地看着潘明 潘明 听说结婚了 恭喜你们啊 正好 下个月我和沈青要补办一个婚礼 到时候你们夫妻俩可都要来啊 我握紧了路遥的手 伸手摸了摸肚子 下个月肚子会不会太大 穿新娘子衣裳不好看呢 你穿啥都好看 路遥亲密地拍拍我的手 潘明两个已经彻底傻眼 过一会 潘美娟尖叫起来 你是路遥 这不可能 沈青 你的肚子怎么了 你不会生 不可能怀孕的 不可能 我哥在旁边冷笑 谁不会生还不一定呢 潘美娟 你可要想明白了 潘美娟还在歇斯底里 潘明仗红着脸盯着我 突然抬手甩了潘美娟一巴掌 你叫什么叫 要封回家去封 好啊 你敢打我 你是不是看沈青现在时髦 魂又被他勾走了 两个人打了起来 村子里的人兴奋地进来劝架 半拉半价把他们两个拖走 我娘去关上大门 屋子里总算清静下来 路遥把我们在广州的情况 大致说了一下 我娘听的又开始哭 那么多场子 根本忙不过来 到时候爹娘你们都去帮个忙 哥 你把嫂子也带过去 我哥点点头 眼眶中有泪珠打着 马转捶了路遥一下 好小子 早知道当时该答应你 也好过我妹子白痴那么几年苦 我疑惑到 答应什么 路遥低渴一声 我哥大笑起来 这小子早看上你了 说去外头正财礼 叫我不能把你许给别人 他还叫寿侯看着你呢 有男人接近你 就让寿侯坏事 那孙子被我做好几次了 我瞪了路遥一眼 难怪呢 在攀明之前 有个凉湛的小伙子 约我去看电影 后来不知怎的 就没下文了 二十五 路遥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在沈家村开了三天流水席 隔壁青石村的人 也都跑过来吃席 席面上 烟随便抽 肉随便吃 大家都感叹 这辈子就没见过 这样体面的人家 我和路遥一桌一桌地敬酒 我穿着一身红色的 针丝连衣裙 肚子高高挺着 攀明他娘也来了 他一手抓着只鸡腿 两只眼睛突出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居然是真的 居然是真的 这不可能 这有啥不可能的 你家攀子也娶了 到时候看看美娟 能不能生不就知道了 你这话说的 如果美娟能生 那才坏了呢 村里人大笑起来 攀明他娘扫得满脸通红 装了菜跑了 我和路遥 没有在村子里多待 试过境迁 现在看着曾经 让我痛苦的攀明一家 忽然感觉 一切都像上辈子的事 根本懒得跟他们计较 我带着家里人 都去了广州 过了几年 我爹娘说 要回村里盖房子 正好有分店 开到了青云市 我就跟着一起回来了 市里的衣服店 已经开张 我抱着孩子 坐在柜台后面 忽然看见了 一道熟悉的身影 攀明勾搂着腰 点头哈腰的 跟店员打招呼 你们门口那些 纸板还要吗 能不能卖给我 攀明 我走出去一看 攀明见识我 正了一下 捂着脸跑了 我回了一趟村里 这才知道 原来供销社改革 攀明一家早都下岗了 他家里本来 还有点积蓄 但是攀明被陆瑶刺激了 想学着做生意 不过一年时间 就把家底赔个干净 攀美娟马上跟他离婚了 离婚后满村子宣传 说攀明根本就不行 不中用 不是个男人 攀家在青石村待不下去 到了城里投奔亲戚 他亲戚家是做废品回收的 对他们一家倒还不错 让攀明跟着他一起干 这可真是 不过几年时间 社会变化也太大了 攀明那可是铁饭碗啊 谁能想到 攀家会落到现在的情况呢 我摇头感叹 陆瑶握住我的手 这世上唯一的铁饭碗 就是人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现在改革开放 什么行业都有机遇 要我去收废品 也能挣大钱 我笑着催他一口 呸 好不要脸 收废品 怎么挣大钱 陆瑶搂住我 你不信啊 那我们打个赌 要是我挣了钱 你就陆瑶小声 在我耳边说了几句 我羞得满脸通红 捂住他的嘴巴 我才不赌 陆瑶的眼睛亮晶晶的 弯成两道月牙 我相信他说的 他努力 勤劳 机敏 不管做什么 都能挣钱 这个年代就是如此 处处是变革 处处是机遇 人在时代的洪流中 能轻易地被抛上浪潮顶端 也能被撵在脚下 可是坚韧不拔的人 不管再多深的谷底 都能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 然后只需要借着一阵风 就能扶摇直上 谢谢陆瑶 有这样的能力 给我最优渥的生活 也谢谢陆瑶 让我有这样的能力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 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留言哦